2014年东森新人王歌唱比赛特别邀请到曾经跟好多位亚洲天后 包括是张慧妹、李文跟林一连等艺人 有过多次演唱会合作经验的知名音乐人 兼作曲家Jenny老师来担任音乐总监 要借由她的专业跟专长帮助新人王的选手们脱胎换骨 开拓更宽广的音乐舞台 带着2013年东森新人王16强选手 到洛杉矶著名的豪华录音室要求一位位清唱 洛杉矶专业音乐人Jenny老师用心良苦 把每位选手的歌唱缺点一次全部抓出来 并且一对一的给出钱都买不到的宝贵建议 不过就怕年轻人听了老师的实话实说后无法接受 不管是从录音室的设备还是从老师的点评的专业的角度都非常到位 让我觉得这么唱很舒服 这么唱很舒服 因为他讲的基本上都非常好 也是我在唱完以后我发现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要那样一点 他后来都告诉我 不只新人王冠亚军双双佩服Johnny老师身后的音乐功力 面对16强选手各有特色的唱腔音色与声音特质 老师也能从与多位亚洲天王天后的合作经验中 很快分析出选手最适合的歌录 甚至是歌曲中的每一个字 未来的新人王如何诠释也严格要求 对歌手来讲没有收到你关注的字是非常寂寞的 他很可怜 我觉得这样子是我觉得你只有关注到某些字 其他的字没有被关注到 他就很可怜的孤苦伶仃在那边看着你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字都要顾到 努力提息后背外 面对2014年东森新人王 许多参赛者只报名网路试唱 专业音乐素养不够 歌唱技巧与舞台经验都还没到炉火纯青的阶段 Johnny老师也适时提出专业指导 鼓励选手要对歌唱灵魂与技巧拿捏到收放自如 太放是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那我觉得其实收回来不是那么容易 那这个要慢慢一点一点的去雕塑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又刚刚我们提到 在录音室录歌 其实很快就可以让他听到 他自己的缺点 强调走音乐的路不会孤单 Johnny老师希望正式晋级2014年 东森新人王歌唱比赛的选手 全新投入努力学习外 也鼓励更多喜爱唱歌的观众 锁定7月19日起 东森各台的新人王比赛联播 为您心目中的新人王冠军加油打气 东森新闻用智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